ceremony 那沒有問題的齊 我們接著之後 Answer 就要來看一下 我們說 電廠我們大概知道了 但是在導體 裡面的電廠 或者是說 一个导体 在电场里面的行为 那 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在目前 你的material 它的beparia 那 这个material的behavior呢 如果它是电的性质来看它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分成三类 一个就是conductor 另外呢 一个就是insulator 那介于conductor跟insulator之间的呢 就是我们讲的semiconductor 那你们都知道说 哦 绝缘体的话呢是不导电的 那导体呢是导电的 那semiconductor呢是借这两点之间 那基本上面呢 如果我们是用这个导电的电荷 我们说在导电的话 你是charge在跑 那到底它为什么不导电 它为什么导电 那它的性质为什么借在这两种中间 我们说我们以carrier的concentration 也就是电荷的浓度来看待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 对一个这个conductor来讲的话呢 它的浓度呢 大概是借在10的22左右 那这个每centimeter的三次方 21到22 大概是差不多这个order 这个more的话是10的23次方 那这个是10的2122左右 这是一个导体 那insulator呢 那insulator的部分的话呢 它也低于10的12次方 ok 那semiconductor呢 基本上面它是借于 这个10的13次方 到10的17次方之间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gap 那我们会在物理上面的话 这个部分是semi metal 那semi metal的部分 大概是10的17、18到10的 这其实2122左右 ok 我这样讲好了 大于好了 10的21次方 上了 这是semi metal的 这是semi metal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叫做半金属 这叫半导体 那这个叫导体 那其实金属 导体的部分呢 大概差不多都是metall 以metall的导体来讲的话 它才是差不多是10到20 如果是以metall来讲的话 它大概差不多10的22次方左右 那导体呢 有比较差的一点的导体 那它呢 可能就是10的21次方左右 那再低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半金属 那 这是很粗略的一个分 分 啊 我们把它分这样子 如果你们到了 电荷 carrier 但因为体积里面 有这么多的电荷在传导 那这个电荷的话 基本上面 我们都是以 elektron来看待好的 但是 在semi conduct 里面 carrier就不一定是 elektron 它可以是hold OK 电动 也可以是elektron 好 这是你们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好 所以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在讲说 好 你这些 这些东西是我们 对于它的浓度 也就是你能够传导的 传导电 要传导的浓度 这个carrier 好 的浓度 好 那 我们这样子的分布 那到你们 这个 大事的时候呢 你们去修 固态物理导论 那就可能不是这样子讲了 因为 固态物理导论会告诉你说 你是用能带的观念 能带的观念 来去看待这个物理的性质 那 什么叫能带的观念呢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都知道说 轻原子的能阶是 discrete energy level 对不对 但是这是一个atom 那它的能阶 它的能阶是discrete的 而且不是equal的 但是这是一个atom 是这样子的 当我把很多个atom 集合起来的时候 这一个level呢 就会变成是一个一个的bang 这里都是容许它存在的能量 也就是说 这个都是容许它存在的能量 那在这个容许它存在能量的 我们就叫做能带 那对这样子的能带的部分的话呢 你这能量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 这能带可能更复杂 我在这里我没有办法一下子 告诉你说它的复杂程度是怎样 那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以这些能带来讲的话 这中间还有gap啊 ok 这中间是不容许存在的能量 这是容许存在的能量 所以 这中间还有gap 这个就叫做 energy gap 能 能系 这是很多个atom集合起来 那我们说 所谓的conductor跟insulator它差别是在哪个地方呢 这是所有能够容许的能阶 那你电子呢 你就要去填啊 填填填填 因为你很多的 elotron集合在一起 本来一个elotron 这边是spin up spin down 自旋 一个能阶填两个电子 在化学里面 你们在那个能阶轨道都知道 那你现在呢 很多个atom集合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必须去填这些能阶 一个一个填 那这个band里面能够填多少个电子呢 那不同的atom不同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面 当你这个电子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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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填到这个位置填满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说 电子啊在这个能阶里面是填满的 但是这个能阶呢 虽然容许它存在 但是这里面的电子是什么 空空的没有电子填到这里面来 ok 这个能量是容许它存在 但是没电子在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的电子呢 是满满的 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insulator 这个能阶里面的能阶 全部都填满电子盒以后 电子根本没办法去动 它根本没地方去让它做要签的动作 它要要签的话呢 它要动的话 它一定要从这个能阶 跑到这个位置 就好像你要在玩大风吹的时候 大风吹吹什么 全部通通没有位置让你走的时候 那你所有的人全部都动不起来 ok 就电 就没有办法传导 所以 你除了是什么 跳到 其他的楼层 去站 这边都是空的 空诡异的部分 这是空的 这是满的 但是你要从这里跳到这里 你是不是要克服这个能量之间的差 你要有这么多能量你才可以跳过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不能电子从这里不是从任何的电子 都有这种潜能从这里跳到这边来 所以它就是绝缘体 它不是没有电子存在 而是它的电子呢 没办法因为电厂等等的因素 让它非常自由的移动 那反过来呢 导体是什么样子呢 导体就不一样了 导体呢 就是 类似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说 导体它是什么 它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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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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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半满 那天一天到半满的时候所有的电子都天满 那天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还有空的能阶让它要天 但是已经没电子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啊 当我如果有电厂存在 有热的效应的时候 这些填在这里的能量的 能阶的电子啊 非常容易的移动 因为为什么 这边还有非常多的位置 它只要稍微给一点点能量 因为你给电厂给热 通通是给一点点能量 它就可以在这边自由的活动 电子可以自由的活动 很像它是一个free charge 很像free charge一样 所以电子当它很像free charge的时候 那电厂加进来 它就全部通通什么 它就很容易移动 那它也能够传导电 也能够传导热 这就是导体的情况 那半导体是什么样子 半导体的情况呢 是它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它贴满的这个能阶 就像insulator一样 但是这个能阶跟这个能阶之间啊 它这个能性 非常非常的小 能性小到差不多0.5mm 所以当这两个能系之间的能量 非常小的时候 我如果有电厂 在这个地方给它的时候 这里的电子收到这个能量的时候 它也可以要圈上去 但是它不像导体一样 这么快乐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在最高能阶的 这些电子啊 它容易要圈上去 因为它这个NHGAP 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导体就不一样 导体是它可以在这里自由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说那 NA 那在EA族的部分 它都是导体 因为为什么 它的EA是诡异 是没有被填满 对不对 那 所以 缓过来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刚刚讲 这个很小很小 第二种情况 我如果doping一点东西 所谓doping一点东西就是 我说silicon ok 那silicon的部分的话呢 我现在呢 添满了 但是呢 我doping一点东西 让它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vature step 就是 因为我 布置一些杂质进来 原来的能阶这里不存在 因为布置杂质进来 这里有一个小能阶 或者是这里有一个小能阶 那就是 它就可以是半导体 那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 我doping进来了 那这里就有电荷存在了 它也可以邀请到这里 它也很快乐的自由自在 ok 所以 这两种情况 一个 是N-type 一个是P-type 的情况 就是 一个是N-type 的半导体 一个是P-type 的半导体 这是你们在 大四的时候 固态物理会去讲的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知道说 哪一个地方 对啊 这一层也填满 你下面还有空轨一 我们都是看最上面的一层 最底下的都不容易动的 就是空的 下来的那个地方 ok 不看很深层的 很深层的叫做 Core Electron 对 在最上层的叫做 Balance Electron 架电子 就像你在周期表的时候 你在看那的时候 你那个EA 不是EA 不是EAS EAS的时候 你在看那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看到 更酸 更里面那一层的东西 ok 这是大概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分成这四种 这四种呢 我们在 接下来的讨论里面的话 会讨论在 这个部分 这部分呢 要怎么讨论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到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 后面 我们要来看看 它的 Polarization 那这个极化系数的话 就关系到它的界电常数 那这个极化系数的话 它就牵扯到它的界电常数了 那Conductor的部分呢 它有什么性质呢 就是接着我们要讲的 它在电常里面 这个Conductor的性质是什么 那后面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讲的Direct 接着 界电值 OK 所以 在这个Session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Focus 会放在Conductor这一个部分 那来看Conductor在电常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吧 也行 再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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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导体呢 在这个静电场里面 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先假设 OK 这是一个导体 那你现在呢 把一个 Charge Q 放在这个静电场 这个导体里面 那有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 刚刚已经讲过 这导体里面的电荷是什么 很自由 差不多相近 它是一个 nearly free electron的 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说 用nearly 这个字眼呢 OK 它不是free electron 但是已经接近free electron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地方 它能够让它自由的走动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Charge Q啊 在导体的内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假设这个导体内部 有电场存在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Q啊 会不会动 因为它有电场 对不对 那它就会受力啊 QE 那它受了力 它又有地方去 当然它就会动啊 它就沿着电场的方向 在动 这个F OK 它一动 当然这里面的电场就 跟原来的电场 不一样 对不对 一直要动到什么时候 它才不动 因为它一动 这个电场又不同 它在动 它就受到 后来的电场 还有受力 所以它会动到什么时候 动到它什么时候不动 这里面完全没有电场 它不再受力的时候 它才不会 它就静止 那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导体的内部 它的电场一定领 这是我们刚刚 很容易就推理出来的 OK 那 这是 那这个导体 这个Q呢 因为在内部已经电场是零了 它已经动到哪里 这个Q最后 它在内部已经不会存在 它会跑到它的表面而已 所以 它的肉是等于零 一样的 inside 这个导体 这我们刚刚的推论 全部通通是一个定性的 去把它推论出来的 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 刚刚这个推论 跟 它导体的形状 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推论 有没有关系 告它的导体形状 没有 对不对 那 同样的情况 我们希望说 更严谨的一步 来看看 这个导体 内部的电场 是不是等于零呢 我就举个例子 来证明说 它的导体内部的电场 是等于零的 那 这个例子是 为了要使我们的 这个 数学把它变成 更容易一点的话 我们就说 我们有一个share 这个是一个导体的 share ok 那在这个share的 内部 我的电场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直接 我们说 随便 我们找一点 那这一点 那这一点里面的话呢 我说这个是 我想要看的是P点 那这一点 这一点P点呢 你要看它的电场 是多少 那 有两个 贡献的部分 一个呢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球形的 share 那你就想象 这个是一个球 你中间有两个空 ok 这个空就是 啊 这样交叉的 这边切出一个 这个西瓜皮 这边也切出一个 西瓜皮 这样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我们把 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 其实是一个什么角 这个角呢 是一个这样子的角 这个空 是一个这样子的角 ok 它不是一个平常 我们讲的 那个三角形的角而已 不是这样子的角而已 它是一个 这样的角 那这个角呢 我们称为是一个 立体角 那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角 来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一件事情是 假设这个立体角 是很小 很小 这个角 很小的时候的话呢 我可以把 这个 这一个西瓜皮呢 投影一下 为什么要投影呢 投影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切出来的是一个斜的 我投影过来的时候 这一个面 这个面 这个角度是 α角的话 那这个DS呢 就是DS1的cosα 对DS而言的话 它是因为它这个是 对一个球 你从原心切过去的时候 这是不是类似 这个是一个球面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DS就是 对R1 的球的面 有没有问题 那同样的 这个部分 你DS2 你把它投影过来 你把它投影过来 那 DS'好了 DS'呢 是 DS2的cosα 这个角跟这个角是一样的 所以 DS' 就是R2 球 上 的球面 那我们知道一件 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说 对一个球来讲 那你上面的一个面 你把这个球面 这是你的半径啊 我没有画得很漂亮 应该要在球心的位置 OK 这一点是在球心 那你的半径R平方 DDS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就是我们的立体角 OK 每一个球 然后你从 这是一个球 那你就切得很漂亮的时候 这个立体角 那这个立体角呢 就是 我们所谓的 DSR平方 就是我们的立体角 OK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立体角啊 跟 R 这边我们把它除以R1 平方 这边你把它除以R度平方 那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对应的立体角 跟这里对应的立体角 是不是同一个角度 这个立体角 就是这边的立体角 对不对 对应只是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球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立体角的定义啊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面上面的charge 均匀分布的charge DQ1 是不是就等于 你的charge density OK 乘上你的surface 我把 用stick码好 乘上你的surface DSY 这边的charge density DQ2 也是你的surface charge DS2 OK 这个charge 所对应产生的电场 这个charge 所对应产生的电场 是不是这个方向 那它的电场的大小是多少 D1 是4π1 0分之1 R1平方分之DQ1 那这边呢 这边的charge 所产生的电场呢 是这个方向 D2呢 是等于4π1 0 R2平方分之DQ2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D1 E1跟D2的大小 你把它带进来 D1 是等于4π1 0分之1 R1平方分之 Sigma DS1 那D1 那D2呢 是4π1 0分之1 R2平方分之 Sigma DS2 而这个 跟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立体角 大小除以cosα 这也是立体角除以cosα 所以实际上这个大小是什么 相等的 方向 相反 你可以看到 这个charge distribution 跟这边的charge distribution 所对应在p点 所产生的电场 刚好是什么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它cancer掉 你把所有的面 同样的一组一组 都有这样子的性质 把它切出来 那全部通通通cancel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D1跟D2 是一样的时候 你的summation D1就等于0 就是 在一个导体内部 它的 电场 是等于0的 你可以做 很简单的一个证明的情况 这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你已经知道 在导体内部的电场 是等于0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要来知道说 那它跑到哪里去了 哪边的地方有电场 导体的内部的电场 我们已经等于0 我们不用再讨论它 那接着导体表面的电场 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接着要探讨的 哪个地方 如果那个面密度不同的话 我们就不会等于 哪个地方 是个码度 就不一样的话 不是一个常数 是个码度 不是常数 当然就不会 所以我用球来做命 球 球一定是一样的 其他的导体 其他的导体 你到最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导体的分布 是跟它的半径有关系 因为你要维持 potential 是constant 哪一个地方 这个 等一下 我没听懂你的问题 没有关系 你的sigma 如果不同的时候 如果不同的时候 sigma它会跟你的半径有关系 所以 这个部分 它不会sigma1跟sigma2不会相等 因为你要维持potential 是等于constant 所以你在这里的球 所以你在这里的球 跟这个大的球 你的potential要相等 我们可以看到 它要等于constant的时候 后面你可以去算一下 4pi190分之1 r1 这边r1 这是r2 趋力半径 你的dq 1 要等于4pi190分之1的r2的dq2 ok 那你的charge 你就要重新分布了 这个要等于它 r1 对sigma1 OK sigma1呢 是等于什么 sigma1是等于dq要乘以dA 那你的dA 这里面的dA what 我直接先跟你讲一下 sigma1比sigma2 是跟它的半径成比例的 半径 反比 一间的地方 电号分布页 米 在potential里面 那你可以知道的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会跟这个有关系 哪一个 现在这个r是什么 是你的趋力半径 一样的情况 你是 这样子的 这个趋力半径跟 不一样的 这两个r不一样 这个r跟这个r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点啊 我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我是说 这边的charge 的distribution 跟这里的charge distribution 是不一样 OK 但是 这里对应的 趋力半径 是 这个趋力半径 是在这里哦 这个趋力半径 是很大 这个r是趋力半径哦 就是你把它当成 求可的一部分 你把它当成求可的一部分 OK 所以 你在那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做这样子的情况 这里面的alpha1跟alpha2会不同啊 因为它不是对称的哦 这个绝对不是对称的 这是我画的比较夸张一点 你很小 也不是对称啊 OK 所以那时候的alpha1跟alpha2会不同 接着这边要把它放进来 一起考量了 那我现在就用一个什么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告诉你 是 charge是等于 是均匀分布的情况的 因为它是9 charge一定均匀分布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说 它的电场是等于0的时候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导体 你既然是电场等于0以后 那它的表面的电场 这是内部的电场 这是内部的电场等于0啊 那表面的电场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我们接着要看的 好 那我们说 一块到底 那这个是conductor 你已经知道 它内部的电场等于0 那现在呢 这个surface上面的电场是多少呢 首先 我们先看 我说我去做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呢 一半在导体的内部 这整个是导体 这整个是导体 那我这个回路呢 就一半在导体内部 一半在导体外部 OK 那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回路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A B C D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 对一个静电场 而言 E dot D L 是等于0的 那 这个等于0 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从 AG到V 加VG到C 加CG到D 再加上 DG到A 那你知道 从V到C的部分 C到D的部分 C到D的部分 这是等于0 因为电场E等于0 这已经没有问题了 而且我这个回路呢 可以 把它取得越扁越 非常非常的扁 扁到什么程度呢 扁到说 我取得DH 趋近于0 当你DH趋近于0的时候 从V到C的这一段 跟D到A的这一段 这两个 当DH趋近于0的时候 它应该是趋近于0 所以 你看到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了 这整个回路的积分 只剩下 A到V的部分 OK A到V的部分 DL 因为你已经很扁了 很扁的时候 你的DL 就是沿着这个什么 Surface上面 在积了 对不对 也就是什么 沿着这个面 的切线方向 在积分了 OK 换句话说 E.DL 这个E 就是你的切线方向的分量 然后乘上 你的宽度 这个要等 代表的就是ETR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 在表面上面 你不应该会有电厂的切线方向 OK 电厂没有切线的component 那也很合理 一旦有切线的component的时候 你的电荷又会怎么 会沿着切线方向走 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它没有切线方向的电厂 它才会停 所以 同样的 刚刚那个问题的话 对一个球来讲的话 电压在这个球上 到最后是什么 它因为它切线方向等于 它一定是均匀分布的 OK 一定是均匀分布的 好 那 一样的 这个不同的 比较尖的跟比较 它也是会走到 切线方向的电厂要等于0 它的电荷才会停止分布 好 这是切线方向的电厂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电厂 沿着这个表面 现在切线你已经知道了 另外一个就是法线的方向 那法线的方向呢 我们用en来表示 OK 那你现在用en来表示 这是缺线方向的电厂 那 我说同样的 对这个 平面 外面是free space 这底下是conductor 那我们现在呢 住一个高湿面 这高湿面呢 一半在conductor里面 一半在conductor外面 那你现在你看到 你做了这个高湿面 e.ds 那它呢 一共有六个面 这六个面呢 我们把 上面 最上层的那个盖子 叫1好了 最底下的盖子 叫2 然后 第三 后 那个 这是上面的部分 这是button的部分 那切 其他的 三四五六 都是 side surface 那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高湿地理告诉我们说 这个等于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是有多少 因为高湿地理告诉你 e.ds 是等于 1.0分之Q Q是 在这个高湿 surface里面 的这个charge 那这个是高湿 那这个是高湿 surface 好 你一旦做了这六个面以后 我们来看 底下这个 电场1是等什么 0对不对 因为它在里面 所以这个整个积分 它是等于 再来 这旁边 你做的这个高湿 surface 这整块都是导体 那 这个整个面 全部的方向 就是刚刚切在什么 无论这个面的方向 通通是 跟 这个 这个面的切线方向是什么 相同的方向 那我没有告诉你 1 切线方向 是等于0 不论在 这个inside 过着on the surface 它是切线方向的 所以这些的积分 它的et.ds 全部等于0 所以它通通是等于0 只剩下什么 哪里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我们说 et.ds的部分 你现在只剩下 et.ds对 前上面这个盖子的部分 那你的 这个ds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ds的方向 是normal的方向 一定是刚好 跟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n.ds e.ds 就是normal方向 dot.ds 那有没有问题 ok 因为你的ds 只有什么 normal component而已 normal to surface 换句话说 我这个高湿面 是一个很小的 你的面 你的面如果不一样的 我就跟着位置 去做不同的高湿面 但是我可以知道 它呢 大概就是 en乘上你的 面积底a 这个面积 a的面积 ok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en乘上a 是等于1190分之q q是inside surface的部分 所以en是等于多少 en是1190 a分之q inside a分之q 这里面所包围的charge 在这里所包围的charge 在这个平面上 那个面上面 就是它的什么 单位面积 有多少charge 就是它的charge densit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电厂 是什么 跟local的charge density 这个地方有多少charge 那你就电厂 就是等于1190分之sigma 这个sigma是local的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surface charge 不一定是定值哦 我必须要再强调 那为了要把方向把它放进来 我们就把电厂的方向把它放进来 它就是normal的方向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 对一个conductor来讲 它的电厂只有normal component 然后切线方向是等于0 那normal component有电厂 所以你的电 你的conductor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的normal component就自然而然就不同 电厂一就不同 当然这是回到原来的问题 在这里的charge 的distribution 跟这里的charge 的distribution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 电厂一也跟着不同 这样了解吗 这是我们对于 这个导体的内部跟导体表面的电厂的情况 我们做了一个前四的地方 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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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一T是等于零 一N是等一九零分之十克 它local的 那这里面所包含的 第一个电场是等于零 insider conducting OK 第二个电场是等于零